好,那歡迎大家來到4月8號的 High Table Community Code 第45次 然後呢也是一樣我們今天會講解一下就是最近的大盤狀況 我們T-House在做什麼,然後跟我們未來發展,永遠都是這三個主題啦 那最近我還是覺得像今天比特幣又回來了嗎?回到72,000 那我是覺得今年有點像是這一次我們大家應該有共識,我們應該在牛市裡面嗎? 那我們應該要但是我對這一次的牛市的觀察是這一次會走的特別快 我覺得就是它的流程很快,不會像以前有個什麼好長一段牛市 然後好長一段熊市,我覺得最近的讓我感受是這個牛市可能今年底就會結束 那然後數字會很高,然後我感覺是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今年是一個送分的一年 就是好好的把比特幣啊,以太幣啊,或是這種 不要怕是Long啊,反正就是往Long的方向去想 然後想辦法把這些資產拿住 拿到年底,然後就明後年我就會開始想要往防禦性的 就是把資產變得比較防禦性 你就可能就不會,可能就會是手上有比較多USDC這種感覺 那現在當然就是全部ALL IN嘛,就是看有皮特幣賣以太幣 有以太幣賣以太幣,然後你如果買了以太你就往那個 T-House的水泰去丟嘛,就是這邊都很穩定的給你一些以太幣上面的回饋 那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們會想要說那在這段時間我們可以做什麼 那大家會看新聞,然後就覺得說這個環境很燥 就是一下在講什麼東西,一下子什麼幣漲多少啊 什麼明明幣漲多少啊,什麼AI怎麼樣啊,什麼D-PIN怎麼樣啊 我講,我是覺得你要去賭那個我是OK啦 但是你不要賭到把自己手上的比特以太賭霉了 那就是最糟糕的情況 因為這些東西都不會work 我可以跟你講,所有什麼AI區塊鏈啊,什麼D-PIN啊,什麼明明幣啊 那些都不會work 那些就是你靠它漲,然後賺錢了,恭喜你 但是你自己知道什麼時候把它賣掉 那我個人是比較不太會花時間在這些東西上 因為我覺得看得很煩 因為你拿不太住 它一漲你就會想說要不要把它賣掉 然後它一點點就覺得說他會不會回來 那我覺得這個會大幅影響到一個人做事的心情 我覺得很多像你會看到這種因為牛市嘛 所以有心入圈的小朋友們 就會開始對這些漲很多的東西就突然很有興趣 那可是我會覺得這些東西會把人洗的 就會對就是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是就沒有興趣去做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因為覺得說我假設我賽中什麼 然後我就可以我就可以賺非常多錢 問題是就是你會賽中一些東西 然後你會賠一些東西 到最後你會像之前Twitter上面有一個很有名字 叫Hong Kong Doe 就是那個有點色色的一個女的 她就是靠這個東西 靠一些幣賺非常多錢 然後後來再把這些幣全部賠掉 所以她現在牛市又出來 然後又在想說要靠這些幣來賺非常多錢 那我就覺得說 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對我會覺得 就好好把這些東西拿住 然後做別的事 做你的本業 然後就是 然後這個東西只是你加快你財富的累積 像今年這樣一下來 基本上你就可以 我覺得可以就是 Double 甚至三倍你的資產 這種感覺 所以重要是你怎麼累積到那個大量的資產 然後把它放進比特里太或這些 比較穩健的策略上面 然後就可以這種感覺 對 那我想法一直都是走這種比較穩健的路線 然後我們T號就一直都是走這種比較穩健的路線 所以變成說是我們就是所謂的好像不挺過牛熊嘛 那我們就是一直到這邊 然後終於到牛市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應該就會work了 對 我們就會一直朝著放上去 什麼叫做我們應該會work 我要先解釋一下 我們現在T號管理的資產大概在750萬美金左右 那個DefiLama上大概寫600多 但是因為我們最近因為有些新的池打開 然後我們把這些錢放到新的池裡面去 那新的池裡面還沒有放到DefiLama上 因為放這個東西需要寫程式啊 需要做一些連結 然後這很麻煩 然後我們的工人都懶得做這種事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然後所以就把這些事情想要丟給Intel做 然後問題是Intel又才剛剛開始上班 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變成說是現在我們有些資產是沒有顯示在DefiLama上 所以我們變成說是實際上我們資產大概是750萬美金左右 那750萬美金呢 就是 這個我們當初說Q1結束以後 我們要達到的目標 那我們確實達到 那我們Q2結束以後 我們的資產目標是1000萬美金 然後今年結束 我們資產目標是1500萬到2000萬美金左右 那我們T號當然就是大家 剛開始加入我們T號的時候 我們管理的資產大概才100萬美金而已 所以這段時間就是我們一直很不斷的就是 努力大家也我相信跟著我們混了跟聽完我們這些 都知道說我們一直很努力一直有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資產的增加 管理的資產增加 不是我們自己實際的資產增加 當然也都有啦 反正就是管理的資產增加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必然的 那今年我覺得我們一定可以達成我們的目標 就是我講一定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看你現在管理期待50萬美 然後我們說我們目標不是1500萬美嗎 是兩倍嘛 那怎麼達到呢 那幣價只要到兩倍我們就達到了嘛 那幣價會不會長兩倍 好像會嘛 對所以這是 這是第一個狀態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Q2接下來準備了 全系列的就是跟所有人合 跟一大堆要合作的項目上要來發獎勵 那這些發獎勵的同時 我們就會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 liquidity 那我也希望把這些公 這些東西提前公布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有這些東西要來發 那方法定我們做最成功的 我不是做最成功 我們之前做非常成功的就是 BOBA BOBA非常的麻煩 他什麼你要跨鏈啊 去申請這些東西 然後跨出來就要等7天 現在有比較好的手足選擇 那其實還是非常麻煩 但是BOBA給了我們非常多穩健的獎勵 他幾乎是穩賺不賠的那個業務 到一個非常誇張的地步 那這些錢的TVL加起來就有100元美金 所以接下來我們Q2準備合作的對象 也都是大概我們會覺得會給我們 這種規模的TVL 然後也會給我們非常高的APR的一個 這個合作的項目 那有什麼呢 首先是我們一直拖 然後備受期待的J1代Swap 然後他在StarNet上 然後為了這個也是搞到就是 你要把我們T號的所有寫在 就是那個EVM上面 Solite的東西 全部換成StarNet上面 StarNet的東西叫做Kyro 然後我們最近也好不容易 ODI玩這個東西 這個ODI的費用都是萬美金萬美金在跳的 然後我們就是 所以我們的 大家會如果Bridge到StarNet上面的話 我們的資產會是 就是我們的合約會是有被ODI過的 其實很少人有會寫StarNet的 用Kyro寫StarNet合約 我們是少數會的 那就是這件事情會在這個月發生 然後呢我們合作的對象 J1代Swap的這個 是一個有去Wicom and Apple的一個印度小哥 然後印度小哥就跟我們說 哎呀這個1000萬美金進來 絕對沒問題了啦 那我心裡就對我產生了一些疑惑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看這件事情會發生 因為他如果能夠幫我們帶來 1000萬美金的Recruity的話 我剛剛講的這些目標都全部自動達成啦 基本上完全就是沒有 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礙我們 然後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我們要跟J1代Swap 這個大家也都知道 會在這個月發生 然後第二個是LINEA LINEA4月9號要開始他們的 點數系統吧 還不是B吧 應該是點數系統 然後LINEA是一個麻煩的東西 就是你要拿到LINEA空頭 你必須要做一個東西 叫做Proof of Human 就是希望大家趕快去讓LINEA認證你是個人類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全辦公室都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有夠靠杯的 那個LINEA有夠靠杯的地方就是 那個驗證你是人類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結論是好像你不會寫程式 你沒有捐過錢 你就不是人類一樣 他說基本分數要20分 你才會是個人類 假設你連結一個Twitter帳號 就真實的要用一個Twitter帳號 你會拿到1分 那20分你要怎麼拿 你要有Twitter帳號 你要有Google帳號 這些東西全部連貨 你大概拿到3分 可是如果你有在geekcoin上面捐過錢 你就會拿到19分 所以 剛剛告訴你 就是故事告訴我們說 要捐錢的人才會被這些人認為是人類 然後捐多少錢呢 大概10美 這種感覺 對 然後你就會被認為說 哇你是人類 然後他就會給你一個NFT 然後你趕快把它上傳給LINEA 然後LINEA就會過 然後接下來你就確定 應該是能夠拿到LINEA的空盒 不管多少 取決於你接下來做多少任務 那我們跟LINEA也有合作 我們會負責管他們的Liquidity 然後大概 就看他們Point怎麼給 然後他們會開始有些Liquidity Incentive Plan 所以這是第二個LINEA 然後第三個呢 是我們跟 第三個是現在已經上線了 就是準備要上線 就是Mental上我們會擺Beta Plus Beta Plus就是一個現在表現得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車因為在漲 因為Beta Plus Long 所以就是 就是上面有些Galaxy啊 有些活動啊 基本上都會在同時跑 我們在同時在很多鏈上面做非常非常多活動 我希望說大家可以選一個你喜歡的鏈 或你預計有更多獎勵的鏈 然後就是可以跟我們一起合作 就是趁現在這個時候我希望大家就是 能夠把Liquidity盡量篩進來 因為你會拿到很多獎勵 然後接下來你也會拿到很多代幣的空投 除了你會拿到這些LINEA J-DAI的代幣空投啊 然後也會拿到我們將來P-House的代幣空投 這我給他來解釋 剛剛講第二個是LINEA 第三個是我們會跟 Oku加上Uniswap合作 這可以講嗎 這應該可以講吧 好 Oku就是 Oku已經發公告出來了 Oku是一個Uniswap的親兒子 大家如果有參加我們的BOBA的 這個獎勵 就發BOBA的話 大家BOBA都是哪裡賣的 大家BOBA基本上都去Oku上面賣 因為Oku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Uniswap的front app 它就是Uniswap的一個前面的 讓你交易的一個平台 它後面的資源 後面的交易的Liquidity 是用Uniswap的 然後同時 上面的Liquidity pair的策略 是用T-House的 所以變成說是Uniswap Oku就像是我們的最前面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些策略合作 所以現在呢 Uniwap開始發獎勵 因為它要開始刺激 Liquidity Incentive 然後Oku就會拿到獎勵 然後Oku那些獎勵又會再分給T-House 所以變成說是 所以變成獎勵條線 就整個我們就把它 就往Uniswap那邊靠攏 那我們像我們這種公司啊 T-House這種公司 因為我們是一個在Uniswap上面的策略 所以變成說是我們越喜歡 往Uniwap這種 糞統的門派靠攏 是我們最喜歡的 不然的話我們都跟一些什麼 Fork混 比如說跟一些Pancake swap Pancake swap 就是Uniwap的Fork 我們跟他們混 那我是覺得是沒有什麼好處 像蘇伊swap這也是沒什麼好處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慢慢的往這種 血統純正的swap上面靠攏 對就舉著正皇旗加入皇族的一部分 那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那第三個是Oku加上這個東西嘛 對所以我會覺得在Oku上面 是比較好的啊 還有Score嘛還有那個 而且你就只是我們Pancake 表現很好而已 對 對就是你拿你參加Bellabas Stone 你已經會賺錢了 因為現在假設市場在漲 然後他用來給你 他用來給你Lando的Token 所以就會賺錢再賺錢 所以現在都是近乎送分的狀態 大家就是準備好 就是把錢塞進去就對了 然後你塞到然後就拿出來 我會覺得是OK的事情 那 我們Q2基本上這些合作 就已經排的滿滿的 Mental啊 Agony啊 這些都滿滿的 然後 這樣子我們就覺得說 Q2基本上一定會達標 所以對各位而言是什麼 對各位而言是說 假設你是個NFT的 Teahouse High Table NFT的持有者 你除了參加這些策略 你可以賺到這種額外獎勵 所以保證你投入的錢 幾乎都會賺錢以外 在我們發幣之前 你有你持有NFT參加策略的話 就可以保證你得到 比原本只買NFT的空投來更多 因為我們空投的概念 長這個樣子 空投的概念是 你如果有持有我們的NFT 然後他會有個時間價值 就你持有越久 他會有個時間價值在這裡面 然後加上你又有投資這些策略的話 他就會再給你一個Multiply 就是一個乘數 那這樣的話你就會拿到我們的 我們的Teahouse的空投 所以這段時間是一個 你放錢進來已經要賺錢了 然後又會拿到這些東西的空投 什麼空投呢 Linear的空投 J-Linear的空投 J-Linear的空投 Uniswa的空投 Teahouse的空投 Lando的空投 Score的空投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Q2這段時間會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雖然不像民營幣一樣 上去很快 然後就是上下下的暴漲了多少 但是我認為這些都是非常穩健的收益 那是各位在Q2的時候 我會覺得希望大家能夠 跟我們一起來 就是農這些東西吧 就把這些東西好好拿進口袋裡面 然後是非常非常不錯 對 這非常非常 我覺得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所以變成說是 我還這邊很誠摯的邀請各位說 除了NFT的Holder 一般我們當然也會給 但是就是 我說Teahouse的空投 最主要還是NFT的Holder 然後這NFT的空投的量 會是這個樣子 整個Tea 就是Teahouse的Token Tea的Pokenami 是長這個樣子的 團隊大概佔20%的所有Tea的數量 投資人大概佔25%的所有Tea的數量 然後5%是要給那個Chasuring 就是 所以就想2525 這邊加起來50 然後另外 所以 Community會分到40%到50%的Tea Token 就是有40%到50%的原因 是有10%我們可以拿來做Ido 或是做一些Marketing Swap的合作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可能是這樣 所以是要嘛40% 要嘛40%到50%的中間的數字 在跳的一個東西 那40%的Tea空投是什麼意思 就是將來這些Tea都要想辦法給我們的Community 那我們在兩年前我們就定義說 什麼叫做Tea House Community 我們的結論就是你只有Tea House的NFT 你就是Tea House的Community 所以Tea House總共會有5566個NFT 我們慢慢賣我們不值 那我們最後就是說 這個40%的Tea 它不會在Day1全部給NFT Holder 但是它會透過時間慢慢持續不斷的給NFT Holder 然後讓我們賺的錢都能夠回到所謂的Community 起碼回一半嘛 因為就是有一半的人在這個Tea Token 然後AOK給這些人 給這些Holder 那我賣出去呢 我就空投給我自己 所以我不care 對反正這個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revenue share的狀態 我們沒辦法去外面講廣告說 這是一個revenue share的狀態 那我們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我今天Poco賺到錢 然後我就會把Tea買回來燒掉 那各位的NFT Holder有拿到Tea 然後Tea又被買回來燒掉 那這是什麼就是 照理說以經濟的狀態來說 它就會漲 那這種Tokenami的設計是當初在想說 這是最正常好理解的設計 那其他那些什麼莫名其妙暴漲多少的東西 都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都沒有任何道理 它今天漲很多 明天跌很多 然後就是讓大家炒作 然後就是炒作完了這些案子就結束 所以基本上就沒救了 對 那我們的話就是 我們會是一個非常長遠的Project 我們也不會是發完畢就結束的Project 我們會一直不斷的做 直到我們做到公司解散 然後交給我們的NFT Holder 我們自己也會是 我們本公司也會是NFT Holder 然後以後來慢慢變 把這些公司真正變成大 什麼意思 為什麼我們說今年的那個Liquidity目標 TBL目標是15M 因為我們計算過 只要我們的15M 只要我們有15個M 在我們TBL管裡面 我們就可以進入永生狀態 就是我們賺到了管理費 能夠完全的支付T 還有所有員工的薪水跟雜資什麼之類的 那直接下來TV 我只要繼續變多 我們是不是就會賺更多錢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賺更多錢我拿去把T買回來這種感覺 好 那最後最後我們就希望 這個organization 這個組織 會是以NFT Holder為主 而不是以Teahouse 現在的Member為主 所以我 但是它因為是智能合約的關係 所以它會無止經的在鏈上 Run下去 所以我最理想最理想的狀況是 我們希望能夠解散Teahouse Quoting 在這個就是Teahouse Finance的 incentive platform上 然後把這些東西交給到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直不斷的買進 那我們的這個智能合約 就一直不斷的自動化的 把Teahouse買回來燒掉 當然它會減比較低的價錢買回來 買回來燒掉這種感覺 那Teahouse Quoting要去做什麼呢 那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們到最後 我講到最後是2025年的年底之類的 我們一定會有自己的Layer 2 我們一定會有自己的Layer 2 因為到最後就會發現說 我們是一個賺錢機器 那這些Requity要能夠在 如果能夠在我們自己的鏈上面移動的話 我們就能Support更多Application 而這第一個Application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投資的遊戲 叫做Seeker Alliance 所以變成說是這一切是有靠長遠的計畫 再去做這件事情的 也就是2025年的年底 帝這個代幣就不只是一個 很像什麼Revenue Share Token這種感覺 而它會是真正朝向一個 Utility Token的方向走 而Teahouse Finance 再也不會只是Teahouse Finance Unisware上面的智能合約 在那邊就是賺那個手續費 所以變成說是 但是這件事情的建立 都要建立在什麼東西上 是如果我今天就跳出來說 嘿我要發幣 然後我是一個鏈 呵呵 然後募資 是 你會看到很多人家募得到 那後來這些就垮了 因為這些東西沒有 沒有營運跟賺錢能力 就像很多NAP的社群現在垮了 原因是什麼就是沒有賺錢能力啊 他們NAP就停了 這些錢就被擴定捲走了 然後就不見了 那他們因為他們能夠賺錢的方式 都是交易量 交易量抽成5% 那不讓他們抽成 然後加上他們又沒有別他賺錢的方式 的時候整個NAP社群就垮了 只剩下現在能夠自己營運的NAP社群 能夠活下來 那比如說我覺得Doodle很不錯 因為他賣這些有的沒的東西 能夠讓他賺錢 所以他就活下來了 那我們的話就是我們這些財務的操作 大家看到我們的成長 所以我們會活下來 而且我們現在一定會永遠的活著 原因是到15 million 聽起來像是很容易的事 然後到15 million 因為我們團隊的就是控制住那個預算 我們大概就是花這個錢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開始賺 就是多多多賺的 我們就持進一個拜拜的計畫 然後當我們很穩定的時候 我們就要支持其他的DeFi Deep App Application 而不只是DeFi Application 我們會把DeFi全部支持完 你看你這些什麼各式各樣 什麼鏈全部都去做 然後全部去支持完了以後 我們就會開始往這些 我們support的遊戲 這些Application上去做 然後我們就會成為一個真正的 屬於一個有營運賺錢能力的 這就是大概是這樣 嗯 我不想要做一個CEX 對 因為會有法律問題 而是你剛剛這些 在做到極限以後 你會做到 假設我剛剛講 我說成長動能是 你這些東西繼續成長繼續做 你這些東西都成功 你都有賺到錢 你是一個賺錢的鏈喔 你是個然後有賺錢的Application喔 然後你有個賺錢的DeFi喔 你是什麼 你就是一個onchain nation state 你在鏈上 然後你是一個國家 然後你有 你的央行有辦法賺錢 然後你的賺點是 不但你的賺點是這些Application 幫你賺外匯 因為使用者要用嘛 他們就是來使用你的Application的時候 基本上你在賺的是所謂的外匯 那你就會是個很強健的國家的時候 那這個所謂的NFD Holder 就會是我們的董事會 元老院 Citizen 這就是我想要打造的一切 然後等到這些東西再成功的時候 因為你是個onchain nation state 你想要落地 你就跑去一個合法合貴地方 買下他們最爛的一個CEX 然後說法幣走 訴訟金走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個時候你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就是 這個這條非常非常longplay的一條路 那我會覺得就是T Holder 一直有在往這個路上走 然後這個路也非常非常明確 所以你看我們遊戲好久以前都在講 然後就說 那個是我們以後的成長動能 雖然是現在就要做 所以就是不然的話 你TVL到好15M到20M 你要做到多少 100M 1 billion嗎 不可能嘛 你怎麼你把全部這些所有的錢 都收進到你這裡嗎 不可能嘛 這就是你一定要找其他的方式成長 這就是整個T House的路徑 大概是這樣 NAT Mint Price有沒有計劃調漲 0.55或0.66不是很確定 反正就是看我們到時候的表現 那也看我們發幣的狀況 現在其實還可以Mint 0.66那個網站還是開著 你就還貼我 你還是可以用0.66Mint 現在是那個網站還是可以去Mint 還是可以去Mint 你負0.66還是可以Mint新的出來 只是現在OpenSea還是比較便宜 然後我們自己會 對然後我們自己Q 剛剛講Q2要做這件事 Q3我們自己會做個交易所 但這個交易所是鏈上的 它是一個onchain leverage交易所 這個很難解釋 但是大家看到就知道了 就是你可以10倍什麼啊 5倍什麼啊 做多做空一些地 主流的 或跟一些非主流的都會有 它會慢慢增加配爾 增加 trading的深度 跟使用資訊利用力為止 這是Q3Q4的事 我都在這一切做的事情都在做什麼 都在一提升TVL玩了以後 你要提升透過這些TVL 有賺到的錢嗎 所以你才要開交易所讓大家trade 讓大家trade就會產生借貸 借貸就會產生native interest rate 就是我們現在的APY來源都是別的地方 那我們如果能夠 就是心裡第一件想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 能夠產生在地化的native的 interest rate 那就是最合理的事情 所以就變成說是增加TVL玩到15 million同時 我們除了繼續增加TVL 我們要懂得怎麼利用這些TVL 就是怎麼樣創造出interest rate出來 這個就是整套就是teehouse的grandpoint 然後這些動能在用完就靠其他的東西 遊戲啊這些東西 然後來幫你提升動能 然後你要怎麼樣用遊戲電動 就是你必須要這條layer2 然後你必須要這條layer2 都全部做到了 那你整個7塊錢已經玩完了嘛 那大概就這種感覺啦 對 對 大概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整套就是 到Q3的update 所以這一段時間大家會看到我們 只要你只要仔細幫我們 我們都會經常推出一些 有獎勵的vote 那只要是有獎勵的大家不怕賠錢 不怕賠錢就盡量 這一段時間大家盡量把錢都換成U 然後甩進來吧 然後我會覺得都不會錯嘛 你有這些空洞可以拿 你還有T-House空洞可以拿 怕什麼 然後這些錢也不是也不會坑你嘛 不是說什麼你把錢給我 是把錢 就是放on-chain上放在這 然後你隨時可以拿走 那我會覺得 這一段時間就需要大家幫忙 因為這樣的話我們更容易 達到我們的那個Q2 我們要達到10 million 那達到10 million我們就是個咖了 這個Defi世界你需要是10 million 那你就是個咖 那你是個咖以後 你會合作就開啟的更快 然後就是做 所以一切都是如火如荼的展開了 所以我會希望大家跟著我們混這麼久 這一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就是 你不需要再多買NFT了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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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賣給其他人吧 重要的是這些策略這些代幣 你要靠投資投入這些策略 來拿到更多代幣 然後大概就我會覺得這樣就是 就是我們現階段最需要的 就是這些東西 對 大概還有什麼東西我沒講到嗎 我覺得就是這些 接下來合作都細項啦 就是每兩個禮拜 他接下來要上什麼什麼 那要上什麼 那個都細項啦 那個就是都無所謂啦 就是 Follow我們的推特吧 我們推特會比較多 這些細項的聲明 這樣之類的 就我會覺得 T-House反而真的 也因為大家 我們有非常穩健的社群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 不斷的在這熊市中 又回到牛市的成長 那我真的很感謝他 沒有大家就不會有我們 我們這NFT Holder 沒有大家就不會有我們 因為我們會有 起碼可以注入 讓我們能夠活下來嘛 那就接下來就要 希望大家能夠 我們一起可以走到 我剛剛描繪的那個狀況 那到那個狀況 那我們的目標什麼呢 就是當你持有的這個NFT的時候 這個NFT每個月 或是他隨時隨地產生出來 替空投 能夠帶來一個基本收入 我不是說這會發財 但就是每個月可以給你 22K台幣的話 那我就覺得 我們就算是做到 非常非常厲害的事情 如果我們能完成 就是這樣子的空投的話 因為我們 我覺得我絕對可以想像到 這件事情發生 因為我們就是想要打造這樣的東西 對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陪我們一起走到那裡 我們是這個圈子 我講GYN的DeFi GYN的圈 少是有在認真 我自己認為我覺得 少是有在認真做事的東西 就是其他人都是 啊幣漲了好棒哦 幣賣掉 結束了換下一個 那我們是真的做出來的東西 是我們把它當成這是一個一生的置業 然後畢竟 因為我都會問自己說 我會不會有一天不相信比特幣以太幣這些東西 不會我應該會持續相信 那我的比特幣以太幣 所以我的USDC要擺在哪裡呢 沒有地方擺啊 我把錢擺在什麼王牌交易所嗎 我是白癡嗎 不可能嘛 那我就需要有一個DeFi空間 讓我去擺這件事情 那我也不想要就是一下子 怎麼這邊APR超高 往這邊丟 然後他這個APR怎麼 一天就沒了 然後再換下個地方丟 再換下個地方丟 我覺得不必 你只要就是給我一個 有個地方很穩健 讓我放這些東西 我們上線到現在都沒出過什麼事 這樣就很好了 對我們花非常多錢在 auditing 然後monitor service 我們跟LINEA合作 還沒開始先花了16000美金買monitor 就是買那個監控系統 也是就是很多東西都是在這領域上 你要真正做出東西來 都是非常花險的 但是你要生一個代幣給別人炒 那個都是沒有差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各位 可能在別地方賺到錢 可能就是看到區塊鏈世界 上上下下 但是我都希望能夠花蓮 去真的支持一個有在做事 然後有在真的deliver東西的產品 我會覺得到最後如果成功了 我覺得會是一件非常非常開心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一起不斷的跟大家慶祝 我們我們全體的成功 那以後呢 我們現下去就固定 台北八卷位年底 跟乙事院台北 這兩個時間 對 乙事院台北過了 趕快先講 對 好險 對 好險 趕快先講 對不對 現在可以罵 不是 現在可以罵王牌交易所 他們都是一群狗子 他們去死 那些人就最應該坐牢好不好 就是都是給我去坐牢吧 對啊 那些真的是混帳欸 對 然後那種就是一附的我的交易所 哦 你們有沒有發完幣啊 發幣那種一附就 請一些不知道在哪來的妹子來出來 就跟你講說自己好像很厲害 很懂web3一樣 然後新聞專門報導這些人 我覺得這些東西要去死好不好 哇 這 真的可以好好給我去坐牢好不好 這是一定要去坐牢的人 你反正被FTS搞那個還好 你這個真的是 哇唷 你真的是跟詐騙合作欸 那真的是坐牢 對 這是幹嗎 越想越氣 但是就是 氣不是氣 他們 氣是氣 你要想兩年前三年他們嘴臉是什麽樣子 對 就是那是你氣 對 anyway 反正現在講什麼都不怕 對啊 是不是只有坐牢 對啊 他嘴臉真的超級屌的啊 那什麽David怕你那麽幹 都好啊 but anyway 這個 就 啊小罵 對啊 對 還好啦 他是應該的啊 這樣子罵應該的啦 我覺得他自己也摸摸鼻子就算 他總不能現在不給罵吧 一定要給罵吧 anyway 那回歸正題 就是 所以 一樣還是跟大家分享起來 我們會不斷的Grow我們TV喔 這段時間謝謝大家的支持 與愛護 然後我們會提供非常多獎勵的就是Pair跟東西可以放 那也是因為蠻麻煩的 因為你就是 比如說什麼Boba當初弄出來超級麻煩嘛 你要加這個鏈 然後他呢 提出來又超級累超智障 然後什麼Linear這個你要去證明這個人類 這個有夠麻煩 但這些都是 就是得要去做的事情 就請大家就是 麻煩一下 然後我們 最近有想要再請一個intern專門教大家做這些事情 因為實在太累了 對 然後這段時間我們就好好把這些東西錢都投入 然後農到 農到以後 年底牛市 然後就喝喝喝喝喝 然後我們就一起打標 打標以後我們就發幣 然後發幣以後就 開始 對 開始幹嘛 我不知道 對 我想像的都是 有無止盡的事情在等著我 所以沒有什麼開始Party 什麼這種事情 對 感覺就是有無止盡的事情要做 那 對 對就是 這段時間還是一樣 謝謝大家支持 大概就這樣 對 好 我講完了 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我看到 我看到條類 我看到條列的東西 與PancakeSwap合作最慢於下週以前上線 會登陸到B&B券的Position Manager 會成為Linear上第一個Position Manager 這些都懶 這些都懶得講了啦 這些都就是 每次就是這樣啦 懶得講了 我會建議換椅子出來 你就全部的東西 全部的東西都換成椅子出來 這個是有最多補充的 最不有滑架 然後最正常的東西出來 對 最近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個先 先在Linear上成為人類吧 對 然後 Volva 就 嚕他 然後反正還是有錢嘛 就丟著 大概就這樣 對 好 還有什麼問題 最近遊戲也消耗太多時間了 因為遊戲都在比嗨客送 比嗨客送都要 教英特兒 請英特兒 然後在那邊 就是又要去比賽了 然後又要贏了 然後那邊就要想辦法再繼續錄 基本上像第二個創業一樣 也是他媽有夠累的 反正就是 但是那裡的表現也真的很不錯 對 我覺得好像可以貼個圖 等一下我看一下 有沒有圖啊 我居然沒有把它存下來 好的 算了 反正就是 有些有的沒的東西 對 好 那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我們有誤66個嘛 然後我們賣出了一些嘛 那我們就 我們最後會把它全部命出來 然後就是 擺在我們的VOL裡面 然後我們要空頭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去 這些都是LIVE VOL裡面啊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些東西都賣掉 這種感覺 如果沒有賣掉 也就擺著 那這些T就跟著這些NFT 就是一直擺著 對 好累喔 B點了 還有什麼事 沒有事嗎 那我們比較 我們比較喜歡Discord 還是我們比較喜歡Twitter 為什麼 我也可以在Twitter講這些屁話啊 我覺得無所謂啊 可是我 可是我還是覺得我們 我們喜歡 我們還是應該要多跟其他的PROLECLE 在Twitter上面做一些 英文的MA 我覺得才是 對啦 英文可以啦 你講OK是你做嗎 Picky啊 你講英文 你講OK是你做嗎 好 好 我們有啦 我們應該要約啦 那個 在那個什麼 Twitter上面弄 才要開兩個 然後耳機 兩邊看這樣很累 這樣我就開一個那個 電腦開一個 Discord App 就解決了 好 那 所以就是最近大家有什麼 需求也可以找上我們 最好是 投資相關 然後講說錢要怎麼擺 說 喔Pix我好多錢喔 不知道怎麼擺 這種問題我們最喜歡的 對 但是如果有什麼需求的都可以來 找我們 對 我們會盡量 還是一樣在Discord 為大家服務 為什麼要拉回來 Discord也是覺得我覺得 我們Discord還是想要 我們還是想要經營這樣的社群 我們覺得 Twitter有時候大家來聽的都是 有一些 不知道幹嘛走進來 就是那個 對真的是過課 那講說沒什麼P用 我覺得不如就是 就是 英文AMA的時候在 Twitter這樣就好了 我們自己的 中文的這個傳統 我們還是在Discord上面做 我覺得 還是要回過頭來就是顧及 就是 這幾 這兩年來都非常支持我們的 就是Discord社群 來這樣 好 好 我講完了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歡迎大家隨時在Discord上面找我們 我們基本上 我都有看 就是有時候我沒有那麼常上線 但是會看 好吧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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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